你可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日记有改变人生的力量 有很多名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 其实日记的奥秘并不难懂 它就是孔子所说的 五日三星五身 通过不断的反思自我 提高自我意识 促进自我提升 实现目标 甚至有益于心理健康 正因为如此 我一直想培养写日记的习惯 但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自从XGP推出它的手机版软件 并且支持语音转文字的识别以后 一切都改变了 我用XGP搭建了自己的日记体系 并且迅速的爱上了即日记 并体会到了它所带来的好处 这甚至启发我 彻底改变了我的笔记和语言学习的方式 那在今天的视频里 我想跟大家分享 如何用XGP轻松的养成写日记的习惯 我设计的日记体系 我的prompt和实现日记自动化的iPhone快捷方式 最后我会分享 如何将同样的思路 应用到其他的笔记和语言学习上 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日记流程 每天凌晨两点 我的手机会自动在XGP中 创建一条新日记 一天中无论我想到什么 我就拿起手机对它说出来 比如我今天做了什么事 有什么新想法 遇到什么困难 对生活的反思 以及未来的计划等等 你会注意到我的日记都是用英文写的 那这其实和语言学习有关 我稍后会解释原因 那我每次输入内容后 XGP它不会做反应 一天结束后 我会告诉它 今天的日记可以结束了 它就会做三件事情 第一把一天的碎片想法经历整理成 一篇格式严谨 文字优雅的日记 二基于日记来发现我生活中的某些启示 比如我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我有什么目标 什么困扰等等 它就像一个心理治疗师 能探索我的内心 那最有意思的是第三点 对我来说 G日记它不仅是对自己的反思 更是把思考转化为行动的手段 XGPT会帮我整理出一段 看似复杂的代码 那我点击复制再点击一个快捷方式 那这些内容就会被自动变成我的代办事项列表 然后我再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和执行 这样我的日记最终转化成了我的行动力 我知道你可能在想 这不就是语音笔记吗 没有XGPT也能做呀 如果你这么认为 你可能低估了XGPT语音输入功能 配合AI能力的革命性 因为它完美解决了日记和语音笔记给人带来的挑战 甚至颠覆了你的笔记和语言学习方式 但在我具体解释其中的原理 以及分享我的prompt和思路之前 我想先介绍一下本集的赞助商 领钩的在线语言课程网站 跟写日记一样 在多学一门外语一直是我想做的事情 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契机让我开始 直到我发现领钩的独特的语言冲刺班反线计划后 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入门西班牙语 并且拿回了全部的学费 相当于是免费学习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冲刺班是怎么工作的 那反线分两种 冲刺班和超级冲刺班 选择冲刺班 两个月内每月参加15节课 可以拿回50%的学费 选择超级冲刺班 两个月内每个月上30节课 可以拿回100%的学费 那我选择的就是这个超级冲刺班 这个反线计划真的很天才 因为大多数人自学的问题是 买了课程之后就开始懈怠 最后浪费钱也没有学到东西 那领钩的反线计划 给了学生坚持上课最直接的动力 那现阶段呢 我正在用这个视频里讲的方法复习 然后准备参加下一阶段的冲刺班 那除了反线计划 领钩的学习体验也很棒 课程都是Zoom的在线直播课 那课程的实时互动呢 对语言学习很有帮助 每节课时长一小时预定灵活 时区都能定上合适的时间 那领钩的老师呢 都是母语水平使用目标语言授课 并且都是不超过五人的小班教学 或者一对一 保证学生有发言的机会 那现阶段领钩的有英文 商务英文 西班牙语 德语和法语课程 大家使用视频评论区的推荐链接 注册任意冲刺班 能够获得20欧元或者25美金的折扣 那再次感谢领钩的支持 我们现在回到用XGPT写日记的秘密 为什么我们要用XGPT来写日记呢 那在著名的原子习惯里讲到 想要养成一个习惯的关键 是让事情变得简单 但是传统的日记和语言记录呢 太麻烦了 总是障碍重重 你知道为什么网上会有很多 坚持多少天写日记的挑战视频吗 那是因为写日记真的是太麻烦了 太难让人坚持了 长写作的人都知道 写作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费时又耗力 首先在工作学习之余啊 找到写日记的时间就非常难 毕竟它不是你的第一要务 其次写日记需要进行深度的反词 思考深度又直接影响了文字的质量 因此我们常常会陷入完美主义 希望每个词每句话都尽善尽美 这就让写日记变得异常困难 你可以用简单的语言去写流水账 但那又不是深度思考 那以上这些因素啊 就足以让大多数人对写日记说再见了 根本没有机会体会日记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那这个输入困难的问题 当然可以通过语音记录来解决 但是把语音转成文字比写作更费时 而且你还要对文字进行编辑 当你看到一天积攒下来 大量的录音文件的时候 你头都大了 完全没有心思去转录和整理 我需要的是一种自动化的智能日记本 我需要做的就只有对着它说话 它能够直接将语音转换成文字 将口语化 无章可行的流水账 变成结构整结文字优雅的文本 并对我的生活进行深度洞察 扮演心理咨询师或者导师的角色 最后还能根据日记内容制定出实际可执行的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希望有任何多余的步骤 人工的文件处理 我视频开始给你展示的就是这个智能日记 OK 说了那么多 是时候分享我写日记的prompt和流程了 那这是我全部的prompt 这是它的中文版 prompt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向XGPT明确它的角色和我的意图 第二部分 详述XGPT的任务 包括整理并重写笔记 总结日记要点 观察我的生活 以及以特定格式输出代办事项列表 最后我会设定在每次输入后 XGPT紧回复四个警号就可以 不要做任何额外的事情 一天结束后 我会说 嘿 XGPT我们结束今天日记吧 它就会完成我布置的任务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是如何实现自动化 并把那段奇怪的代码 转换为这些代办事项的呢 那为了实现这些 我创造了两个iPhone的快捷方式 点击第一个快捷方式呢 它会在XGPT中 自动开始一个新对话 那这个快捷方式呢 会输入我的提示语 那为了方便啊 我设定它每天凌晨两点来自动运行 这样我醒来的时候呢 新的对话就已经准备好了 我就可以直接开始记录日记 快捷方式的使用说明 和下载链接呢 放到了视频评论区 第二个快捷方式 就是将XGPT输出的代办事项 一步转变为Apple Reminder里面的任务 那这个特殊格式呢 就是这个快捷方式程序 所需要的数据结构 那具体的编程的内容呢 我就不在这里详述了 你可以下载这个iOS快捷方式 进行研究和模仿 你可以修改我的prompt 打造自己的版本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 我用的是手机版的GPT4模型 它对常指令呢 执行能力更佳 那手机版的GPT4 几乎没有绘画次数的限制 那如果你日记过长呢 它可能会忘掉最早的任务 那我日记一般不会很长 所以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但是如果你发现GPT的回复不正常了 你可以立即让它执行 全部的规定任务 然后重新输入最初的指令 继续你的日记 当然如果你没有购买GPT4 也没有关系啊 GPT3.5也可以实现 但可能需要你把这个prompt 进行拆分分布执行 那利用这两个快捷方式呢 记日记就变得太简单了 我很快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并且体会到它所带来的好处 然后我就想啊 既然日记可以这么记 那我其他的笔记 不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吗 那就是随时随地的用语音 将想法输入到XGPT中 让它进行处理 让XGPT承担智能笔记本的角色 那这对于我常做的那种 需要随时捕捉灵感的创作类的笔记 尤其适合 于是我就创建了一个prompt模板 来适配不同的场景 比如voice memo 头脑风暴 阅读笔记 视频反思等等 那为了讲话操作 我将这些提示语集中到 一个iOS快捷方式当中 那每次启动它呢 它都会询问我想做哪种笔记 然后它会在XGPT中 创建一个新的绘画 并填入相应的提示语 那我一天中呢 可能会进行多个语音笔记绘画 那要切换的时候呢 就只需要使用XGPT手机端的搜索功能即可 我不得不说 一旦习惯了使用语音输入 只要能用语音 你绝对不会再选择打字 自从有了这个语音输入功能之后呢 我发现我自己经常在我家四处乱窜 对着手机说话 那实际上这个视频的绝大多数稿子 也是通过语音输入来完成的 那这种语音输入的体验十分的奇妙 只有用了人才会明白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种语音识别技术 是如何改变我的语言学习的 你还记着我用英文写日记吗 这实际上是我练习口语的方法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类似啊 就是英文阅读和听力没有问题 但就是说不流利 尽管我在加拿大生活超过十年 信息获取也主要使用英文 但是我在家工作 自己搞投资 几乎不需要用嘴说英文 这就导致即使我的思维是英文的 说的时候大脑比嘴快 肌肉训练不足 会卡壳不断重复并纠正自己 本质原因就是说的少 那XGPD的语音识别呢 提供了绝佳的口语的练习机会 我们只需要对着XGPD说话就行了 不必对着真人 那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会去评判你 你不会不好意思 用英文来说日记 就是我讲英语的机会 那即使我发音不标准 或者有语法问题用词不夹道也没关系啊 XGPD可以帮我纠正提供模范版本 我也可以让机器发声提供发音示范 这放到我的西班牙语学习上也是一样的 我会让XGPD和我做对话练习 我用语音输入 把它的输出用机器发音 我甚至用IOS快捷方式建立几个 把Siri和XGPD结合的口语教练软件 效果非常好 但时间关系啊 这个视频里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如果你感兴趣 一定要给我这个视频 点赞评论告诉我 我会做一期视频分享给大家 OK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你一些启发 能让你也立即开始用XGPD来记日记 收获它带来的好处 同时我也强烈鼓励大家 去使用XGPD记录语音笔记 当你用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意识到它的革命性 最后我也鼓励你 对我的Prompt和IOS快捷方式 做出改进 并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我们一起进步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